平常沒有注意呢 好像喔 亞洲週刊他最近有一個新聞 這個就是蔡英文嘛 蔡英文 對 然後他們在說蔡英文是一個獨裁總統 大萬七週刊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選出了8萬票 最近有一個這個亞洲週刊 他竟然說這個蔡英文總統 黃袍佳生是一個獨裁總統 奇怪了 他不是我們民選出來的嗎 這樣子實在是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應該要來問一下民眾 對於這個看法到底是什麼 對啊 欸 奇怪 你是誰怎麼站在這裡 怎麼站在那裡 我在叫 叫我拿這個麥克風來找你 喔 這樣喔 對啊 對對對 這樣怎麼幫你穿好 我整個叫農鞭好了 我也黃袍佳生 喔 好啊 這是我們這個千挑萬選 萬中選一的小編啊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議題來問一下說 對於蔡英文是不是獨裁總統 他是不是真的黃袍佳生 我們來跟這個民眾來做一個 那好可憐啦 他人民眾算的呢 那好可憐獨裁 好啊 我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啦 沒關係 我們來聽看看 好了 Let's go 這個圖啊 最近那個亞洲週刊啊 竟然說蔡英文是這個獨裁總統 你覺得她是獨裁總統嗎 對 不會啊 不會認同啊 不會認同就是了 那關於那個之前關中天的事情 你的看法是覺得她是對的還是錯的 什麼東西啊 關中天 中天新聞台被關台 都是覺得她不用關台啊 反正老百姓選擇啊 她會沒有收視力的話 自然就有那個啊 可是她們的講法是因為 喔 她是紅媒 所以要把它關掉嘛 那對這個妳的看法 妳覺得怎樣 紅媒 就看個人觀點嘛 妳覺得她是紅的話 就覺得她是紅啊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對啊 沒有收視力的話 自然就沒有啦 可是她就是因為這一點 所以這個週刊認為 我們我們的總統獨裁耶 獨裁 對啊 因為她就是把中天關掉 我是覺得NCC是有點獨裁 妳覺得 是有點獨裁 所以是覺得是NCC獨裁就是 而且那麼重要的事情 然後就是那幾個人在決定說 她就是要把她關掉就關掉 我就覺得 她有想到老百姓的想法嗎 沒有啊 關了就是關了 可是他們號稱是這個獨立機關耶 我覺得她有獨立嗎 獨裁機關 嗯 根本不獨立啊 她有考慮到老百姓這一方面的想法嗎 沒有啊 就是決定那幾個人的想法就決定了啊 有萊豬的公投的話 你姐會去投嗎 那有的話會投啊 會喔 謝謝啊 謝謝 欸大哥妳好 我們做一個這個街坊啦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張圖啊 最近這個亞洲週刊啊 她真的是獨裁總統 還是因為這個是紅媒 所以這樣講 不是也不是這樣講 她確實有她那個獨斷的地方啦 這個也 無可厚非啦 嗯 你們回答我好不好 我問你啦 我們公投都已經公投完了 大家反對同性結婚 對不對 那她硬是要做 還有這個合適也是一樣 對不對 那為什麼她硬要做 那這公投的意義在哪裡呢 全民都已經通過了 我問你們是不是這樣 那公投以後就不用公投了嗎 沒有意思 那還是按照她的意志去做 你懂嗎 這意思 其實我們也是很無賴啦 隨便啦 那個沒有什麼 你像這次這個 這個萊豬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不是 他們這次就是因為 那萊豬她用一紙行政命令通過 沒有跟朝野 這個就更不用講了 你本來大家講的話 要提案到立法院 大家喔 那個研討過以後 協商過以後 看是怎麼做 而且基本上 他們這樣做 大家心知肚明啦 嗯 什麼 照蘇貞昌的講法 那個蠻噁心的啦 我們要國際化 吃萊豬就可以國際化了 這根本就講不通 因為以前他們反對的 反對的大家心知肚明嘛 嗯 反對的很兇 那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討好美國嘛 是啊 就是為了 只是為了要討好美國嘛 希望美國們 可以啊 用那個 關愛的眼神 對我們台灣 賣我們賣的戰績啊 可是我跟你講 那你現在因為川普已經換掉了 對不對 嗯 那未必 對不對 未必說 對台灣 那個 經貿方面是有利的 這一點喔 因為 換人換新總統 做法可能會 會改變嘛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啦 對 當然 能夠對台灣好是個好事啊 但是我們不用說 犧牲掉我們老百姓的健康 而去 啊 去 進口這個萊豬 這樣的話 大家的健康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嘛 是 那你說他們的想法 只一時比一時 以前那麼樣反對 啊 現在又要主張這樣子進口 對不對 啊 講得很好聽 啊 這個不影響啊 什麼什麼的 想吃還吃不到 欸 但問題你要考慮啊 歐盟喔 他們就是完全 禁絕這個 美國這個 萊克多巴胺的豬進口 是啊 對不對 人家先進國家 他們先進國家 他們很講究這些 對不對 不只說 他照蘇仁章的講法說 很多國家都已經開始進口了 如果說不進口那個萊豬的話 反而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我就搞不懂了 反正 哎呦 我們這一代都七十了 那個也就罷了 你們年輕人喔 真的 大家自求多福 把自己照顧好比什麼都重要 你知道嗎 我們不要提那個黨派不黨派啦 顏色不顏色啦 最重要的就是說 大家把自己照顧好 我們不問黨派 我們是問是非 我們來了解大家民眾的想法 因為他自己的做法 確實有些讓人非一的地方 所以你剛剛給我看了那個 所以亞洲週刊把它弄成一個 好像那個獨裁 那個講 那個那是一種嘲諷啦 對不對 其實他獨不獨裁 也沒什麼好講的啦 這台灣老百姓民選出來的嘛 對不對 那所有的決策 我們都要認 因為他們就是台灣老百姓選出來的 是不是 那台灣老百姓喜歡甘願 那麼大家認 少數服裝多數的意思就在這裡 對不對 我很反對 但是我沒辦法 對不對 我也要同意 為什麼 我不是支持 我只是同意而已 因為我是少數 他們多數人的決定 選出來的這些 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做的決定 對不對 那我也沒有辦法去反轉它 或流轉它 對不對 沒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抗議啊 不是 抗議歸抗議 我跟你講 在台灣來講的話 因為藍的 藍的群眾抗議 跟綠的群眾抗議是不一樣的 綠的群眾他們比較 阿爸 野蠻 所以在太陽花的時候 可以 可以衝進立法院 對不對 可以去 搗毀一些東西 然後現在判都是判無罪嘛 對不對 但是藍的群眾 比較 可能文化知識水平比較高 不會做這種事情 但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會鬧的孩子才有糖吃 所以抗議也沒什麼用啦 其實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就是 選票啦 如果說老百姓不自覺的話 你再怎麼抗議沒有用嘛 那你要真的心聲不滿 說抗議的話 反對的話 那用選票嘛 下次選舉的時候 用選票去推翻它嘛 對不對 如果推翻不了 以我對台灣現況了解的話 是推翻不了的 還是因為國民黨沒有引起 全國的共鳴 其實這個根本喔 在投票的時候 選票的時候 根本不要去想那些什麼 國民黨什麼民進黨 只要憑著你自己良知 你覺得誰對誰錯 對不對 誰執政 誰的政策是對的 或錯的 其實這個都很簡單的啦 對不對 去投嘛 管他什麼藍的綠的 誰是正義的一方 對不對 那個那個 像這個民進黨這個作風 完全完全他們很多這個政策 尤其是我剛剛一開始就跟你們講的 公投的結果 可以復兵 對 你自己想 對不對 這個走到世界哪一個國家 那何必要搞這個那麼麻煩 那上次那個投票 弄得全民公投 哇 弄得亂七八糟對不對 還延誤這個投票時間什麼的 對啊 唉 所以說認了啦 而且最近他還有那個 他的人事啊 就是他之前讓他的表姐 就直接當勞動部長 那不用講了啦 這個喔 他們高興怎麼做怎麼做 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 老百姓就用選票去抵制 那就是說 人家說所謂的 類舉必須要避親 意思 以前因為這個很鮮明的一個對比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他的姐姐馬以蘭馬上辭職 對啊 他的太太周美欽 馬上也辭職了 對不對 就是 都是公職啦 因為他們必須要辭公職喔 以表示他們不會 不會有 介入 不是說不會介入啦 對不對 不會有從中國 瓜田裡下的一個情況這樣子 對 那他現在是完全不避嫌 所以說人家講他是獨裁 也是有他的原因在啦 因為他也最後一屆了嘛對不對 對 能做啊趕快做啊 不是 不是壞了 不是這樣講啦 那個 不要 你最後一屆你就讓我們吃萊豬啊 也不能這樣說對不對 大家反正就這麼回事啊 台灣這個島上 對不對 因為現在最主要的這個 疫情的關係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自保 嗯 自求 自求多福 對不對 這個全世界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嗯 每天這個國際上的報導 你說 哪一個國家 預防這個新冠病毒 最盡心盡力的啊 啊最有效果呢 沒有錯 台灣 台灣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欸 他從一開始 封城 武漢封城開始到現在 他們始終維持了確診人數 八萬多人 嗯 對不對 他們控制著 那麼大的土地面積跟人口 14億人口 能控制到這樣子 也不能不佩服啦 他也為了 可是美貝我們不能這樣講啊 人家這樣講就說 就說是舔共呢 不是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沒問題 因為我們 對 這個不要在乎 因為我們十字求是講的是實話 所謂一直 一直高唱的 民主自由的 美國 你看 到昨天已經超過兩千萬人確診 兩千萬人 幾乎是我們台灣的人口 我們台灣全部都確診啊 兩千萬人啊 真的耶 死了35萬人啊 對不對 這怎麼講 那有沒有人去批評美國啦 沒有 川普還在那邊得意洋洋 自得意滿 他的那個防疫很成功 你看昨天他在那個元旦那個演說上面 他在表他自己的功 我覺得好噁心啊 這個這個完全就是 哎呀 人格的扭曲啦 是非跟人格的扭曲 你們自己回去想想是不是這樣子 他們根本就是放棄了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他就沒有想要好好的防疫 勸導美國老百姓 嗯 對不對 一開始就好像很輕忽的那種 很不屑的那種態度 我們美國是先進國家 不會像中國那樣子 哎哎哎 一下子那個 蔓延開來 嗯 還叫 還 還叫民眾 不必戴口罩 嗯 對不對 台灣為什麼 我們老百姓為什麼 那麼自覺啊 因為我 我們哦 大家 能夠懂得說 戴口罩 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別人 他們歐美哦 他們的觀念邏輯 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啊你戴口罩 你就是病人 你是有病的人 嗯 對不對 但是在民主自由這方面的話 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認為 那是你的認為 那你戴不戴口罩 是你的事 嗯 對不對 你要不要保護自己自己事 可是 那時候我們常常看到新聞上報道 哦 他們就去 啊 啊 那個 羞辱那些戴口罩的 尤其是亞洲人嘛 對不對 啊 戴口罩的亞洲人 甚至還去毆打人家那些 戴口罩的人 像他們這個 跟民主自由 他們這個國家是怎麼樣 你 你怎麼去干涉人 人家也有戴口罩的自由啊 嗯 對不對 人家戴口罩 妨礙到你什麼了 嗯 你可以不戴那是你的事啊 嗯 對不對 所以哦 這個世界整個是扭曲的 是 扭曲 這個人種問題 你知道那種 那種 呃 歐美人的那種傲慢 那種有 哦 傲慢 就是很 很瞧不起這個有色人種啊 嗯 你知道 是啊 那說 不要說我舔共啊 這跟舔共一點關係沒有 那 反對我的 我還說你舔美呢 是不是 對 那我們做一個總結啦 那所以你覺得蔡英文總統 他到底算不算是一個獨裁總統 應該嚴格講起來 就是我剛剛提出的那個 幾點哦 哦 哦 對於 對於公投的 哦 歷史而為 哦 對於這個開放這個 萊豬 親口 我覺得它 它是蠻獨裁的 嗯 哎 但是獨裁 獨裁有 那 我還是一句老話嘛 嗯 它在獨裁 明選的嘛 那就 那就認了嘛 你懂嗎 是不是這個意思 哎 大姐你好 好 我們在做一個街坊哦 吼 不宜裁 為什麼咧 要爛就 他們去爛吧 要爛就他們去爛啊 已經無解 無解嗎 無解 就給他過了 你聽你昨天講嗎 要用最謙卑的心 讓國民體諒 對 他們就有的 他的元旦演講哦 對啊 就是有人聽得下去啊 那就沒有辦法 都是無解 無解 小百姓就是 我們吃飯重要 自己做好就好 對 慢慢都 因為高層的政策 這個就 他們自己慢慢去做 可是像這個萊豬的議題 也影響到我們民生啊 民意沒有用 民意沒有用 對 民意沒有用 因為高層騙不到民意就 那就什麼都不用說 就不用再說 多說無語 好 謝謝 拜拜 好 來 我們最近啊 亞洲週刊哦 他刊出這個 說 就是在諷刺蔡英文 他是一個獨宅總統 你有看過這個嗎 我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對 我沒有看過 那如果以你的感覺 我的感覺的話 我是覺得台灣 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 不會特別去覺得 別人怎麼樣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們有自由的言論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尊重其他人 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畢竟 這就是台灣 大家有 有這個 這也是我們的權利 我們有權利 可以講我們自己 想要的事情 對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 對這個議題 感到反感 或者是特別贊同 或什麼 對 因為這是一個開放的事情 對 OK 好 感謝 就這樣子 謝謝你們 好 很棒 很棒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跟您請教一下 來 你有看過 這個亞洲週刊的報導嗎 他就是說 他現在在反諷那個 蔡英文說 他是一個獨裁總統這樣 那如果以你的感覺 你覺得說 他就是真的獨裁總統 或者是說 這個就是媒體亂報 你的感覺是什麼 這我個人沒有特別的 想法或立場 但是 畢竟還是民選出來的總統 如果說要執行獨裁 還是有相對的難度 所以我覺得還是 建構在民主之上 對對對 所以要說獨裁的話 可能 可能我覺得不至於 不至於 對 是是是 最近有一些事件 包括萊豬他用 蔡英文用一指行政命令 就通過 然後包括 中天官台 7比0 把他幹掉 然後還有他自己的人事 讓他的表姐 表姐夫直接做高官 就是最高行政院院長 對 是因為這些 對他們就說 他是這個獨裁總統 對 那關於這幾件事情 你的看法如何呢 當然 如果說這些事情是 事實的話 還是會有 當然還是有一定的 詬病在 是是是 這是需要去了解的 恩 謝謝 謝謝你喔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 亞洲週刊 他播的這個 說 他說 蔡英文他是獨裁總統的事情 沒有 對 你覺得他是 真的是獨裁總統嗎 還是因為他 這個週刊是宏美 他才這樣講 你覺得咧 自己感覺就好 你們自己的感覺咧 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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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看到這樣 你會有 有這種 認同他的講法嗎 還是覺得 應該不是這樣 不然就 我們就簡單一點 那你覺得 他是不是獨裁的總統 沒有特別感覺吧 沒有特別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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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個人 亞洲週刊 亞洲週刊 沒有注意呢 平常沒有注意呢 亞洲週刊他最近有一個新聞 這個就是蔡英文 他們在說蔡英文是一個獨裁總統 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選出來的八萬票 不要這樣子 以前很久也是很棒 這樣亂講話不好 現在他穿是總統 我們要尊敬他 跟現在 習近平一樣很王八蛋 我們尊敬他 是 跟那個 所以我看到很佩服他 不要穿這樣子 這個是以前 清朝的東西 清朝不是中國啊 清朝是清朝 中國是中國 援朝是援朝 清元是中 中元是中元 台灣是台灣 分開 歐洲有四十幾個國家 中國會只有一個國家 我不能接受 大哥我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也覺得他很多不太合理 不合理我們可以比賽 對 那就不要罵他 對 就跟你當家長一樣 不然你就天天罵他 不可以 當然他提到就是說 因為蔡英文他就是 最近真的那個萊豬 萊豬OK 全世界OK 他就OK 他不能 那你要知道 他不能代表全世界 他只是一個人 而且他的知識範圍很有限 那萊豬的事情太複雜了 只是在罵他都可以 我現在也可以罵 對 大哥我跟你講 他就是被人家詬病就是說 大哥你剛剛講的對 那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 可是他用 我選他 他真的亂跑 這個我就四季子了 對不對 可是他用行政命令 給他通過 你怎麼辦 行政命令 我們這個才是想 誰拿到 拿到來自我自 不然講 一家之座何放無止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報案 你怎麼要報案 他要叫人家報案他 那你怎麼報案他 他已經有困難 我想 有困難 尤其是 你這樣跟美國搞渣 我們就完蛋 嗯 你知道嗎 中國過來的話 沒有沒有 美國我們就完蛋 這個是事實 啊 怎麼 就跟以前 跟去看上 沒有美國 中國人老少就垮掉了 嗯 沒有二車沒有兩個炸彈 中國人哪裡 怎麼勝利亂講 那兩個炸彈太厲害了 中國在 在重慶嘛 對 那就是要拿勝利了 是不是 撿到的外面都沒有 可是 阿伯你不覺得他應該要多做一些把關嗎 那不必要 那不必要 有專家 就韓國瑜講的 有專家 有什麼 他叫他有專家去把關 專家 他一個人的知識沒有那麼高 他沒有命令專家去把關 不用 他命令要給他資料 懂嗎 就韓國瑜講 那我有什麼科長 我有什麼科長 我難過以來這一套 嗯 一樣的道理 你們年輕人要放開 不要 你們最要講的都會有一點 我知道都會有一點 太極端 喔 不會啦 因為 你們講不會 我們就是來討論這件事情 對 不要廣告 一樣不要講 因為他不是打關的了 下面有很多人 他不懂 我可以講他不懂 但是有一個人 絕對要知道的 這個美國人他們有簽 美國人我們就完蛋了 嗯 美國人要賣東西 有一些考量 嗯 這小事 再來講了整個國際上 跟台灣的存亡的話 來自是小事 喔 懂嗎 因為要有這個開闊的想法 是可是 雖然是小事 可是會影響國人健康 對對對 那是以後的事情 現在還沒有起來 不要 真的喔 不要擴大其實 可是美國 美國的那個 平均壽命簡短的 就跟那個 那個鄭國方跟李鴻章一樣 那個簽那個字 還是小事 還沒有滅亡的時候 喔 馬關條約不是人垮了 台灣就是這樣 隔掉了嘛 那你把 把李鴻章全部挖起來 不是這樣 那磁吸太多 不是更狂嗎 更糟糕嗎 又是有難的你呢 欸 那請問一下大哥 那你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事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要安定 安定喔 不要有滲透 紅的不要進來滲透 喔 所以最怕這樣 我們的年齡 毀碟在你身邊 懂嗎 嗯 這個地方就是關毀碟 毀碟 毀碟 那為什麼它是毀碟 不是 我跟你有線 我給你 我給你 我有關係的 穿了幾十個 你可以進去 聽聽它 我們看太多了 喔 所以 那你覺得現在有什麼在滲透嗎 有 像什麼 有 你有看到 我沒有掛五星旗 我們穿透了 掛五星旗 喔喔 你說五星旗 對對對 那個不是 什麼 哪裡有五星旗 我現在這裡沒有啦 還是很大 那掛美國國旗 那無所謂 掛日本國旗 美國沒有 沒有 沒有 只是說五星旗哪裡有看到 我是不知道 我們有 台北啊 台北 還有那個尿喔 我們這個 在這個Line都有可以看到 好Line喔 Line裡面有看到 有有有 我的尿 車標 還有那個什麼 白朗啊 好厲害 白朗城市 都是這樣子嘛 可是國旗還好啦 有什麼更具體 更具體的嗎 國旗國空 都可以改的 你有看到什麼 比較具體的滲透 我們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我們在 欸 大哥你剛剛講說 國旗國歌不能改 可以改 可以改喔 可以改 對 你看鴻谷也改 澳洲也改 那個型都 澳洲的國旗 澳洲的國歌 哪一國啊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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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改國歌 他國歌改 因為他國歌裡面有牽涉到 騎士原子民 嗯 有嗎 有很多常識 不是光你講 你光講一點點聽起來好像是 死似而非 嗯 你聽 我希望你們年輕人聽得進去 我也不是偏 不要老罵蔡英文 沒有用 罵蔡英文沒有用 蔡英文會老 會死 滿久會老 會死 是因為蔡英文曾經是國民黨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忘記了 是喔 他也可能啦 他是 李登輝提拔起來 那個 嗯 所以現在支持蔡英文的政策嗎 你不要一直罵他 他會過去的 就跟 那個蔣經國一樣 他也會死 但是你說他好嗎 唯一參半 好 謝謝妹妹 好 謝謝 謝謝 希望你們能聽進去 不要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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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